投资朋友圈 助力你的投资决定 欢迎回来 那这一节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内地方面的一些消息 我们看到中央是表明 会加大力度推出财政措施 那财长刘坤就撰文指出 要弥补因为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形成的地方的财力缺口 那中央的财政也是大力的 压减一般性的支出 安排地方转移支付 超过7.5万亿人民币力度 那力度其实也是近年来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力度 那又只会这个加力啼效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将引导资本资源 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 那实现战略关键领域的创新突破 也是推进制造业领域 那国家重大的一个科技项目 也是成为一个助力的一个关键 核心技术也会成为 今年的一个重点 而且又称说 今年安排中央基建投资是 5776亿人民币 来支持交通水利能源 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 重点的一些项目和领域 那从这样的一份表态当中 您会觉得说 哪一些板块 未来可能会受到一个 重大的一个政策的利好 那在这其中当中 又会有哪些好的标的 您觉得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呢 如果说这一次的经济的改变 应该也是说我们最基本的看到 那个基建的那些投放 也是有一个几个百分点的增加 那个是进一步的有一个决定 当我们担心 因为那个基建可能是骨头 那个数据不是太好的情况 一些基建股会不会有影响呢 他们的订单是怎么样呢 如果那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我们应该比较放心 那个基建股在今年的订单 也不会太差 那个是比较季节的 还有其他的水利的情况呢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板块 因为呢水利之前呢 如果是说很多投资的金额的 回报率呢不是很好 他们我们说每一个投资的商务 应该也看那个利部的投资 回报率 他们联系比较强 如果是国家真的是 重点从其他的一些资源的 一个配套的话 对地方政府来讲 或是对一些状像的基金 会投放那些水利的那些投资 应该会多得很 所以呢水利股呢 我觉得也是好像是一些黑马 黑马一样呢 基金会正在今年 他们的收入还有未来的订单 会要增加 还有一个板块就是那个银行 银行呢是比较重点要看重的一个板块 虽然他们最近的股价的走势很差 因为他们的那个盈利的情况 或是去年的报表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是一些中小银的银行 真的是因为那个政策会收到那个利好的 那个期间的话 我觉得还是还可以留意 但是也要说一句 不是所有银行也会收亏得到 因为看他在去年那个传年的报表 那些会做比较多 有关国家装商基金等等 如果他做得比较多的 他可能在那个生意 新生意外的贷款的 做得比较多的 可能那个盈利情况在今年还可以 那您也是推荐了这三大板块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重点的 说一些优质的标的呢 投资者可能会知道说 这是一个宏观的大方向 但是在这个选择个股方面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些疑虑 对 因为如果说基建 我们真的是很担心 因为过去一两个月 你看到这个股价杀滑的时候 大是跌了 它也是跌 大是升了 它也是跌 那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对它未来的担心 但是如果说现在的机缘 会有一个重生的分布的话 我相信应该是从那个地方的基建 来开始去看 当中应该是可以留意宗教建 宗教建呢 之前它的股值 还有它的股价的走势 真的不是太好 但是呢 从那个第一季度开始 你看到它的订单 做得比之前眼间公司 中铁还有中铁建呢 短期可能它也需要找一个底 需要半年或是以上的水平 我相信它在7块钱或是以下的水平呢 希纳呢 应该急波率是挺高 所以它跌破这个7元钱以下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 那如果除了这个基建板块 您刚刚所提到的像水利啊 还有银行股方面又有其他推荐吗 如果是水利呢 我相信做得比较好 应该也是那个越海投资 还有那个北洪的水务两只股份 因为它们现在大部分的那个水利股呢 它们的股值也是偏低的 还有呢 如果说它们以前好像是越海投资 它是供水嘛 如果供水之外或做一些污水储力呢 它的重长线的那个基金流 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改现 会有一个比较长线的 所以呢 如果从最近的股价里 我也看到它的股价呢 虽然是大升大跌的情况 但是它的拘见呢 也是一个挺明显的 14块钱左右为之会有支持 到那个15块钱的为之会有个短线的着力 之前的着力呢 应该是说我们担心它的盈利的动力没有太强 但是呢 如果从那个中长线的 比方说那个收入啊 还有它的发展的空间呢 我相信在往后一年以内 或是以之后呢 它从到那个16块钱以上的水平的机会也是挺高 所以我觉得长线的投资呢 可能会从那个阅害投资方面去入手 如果是我们觉得中长线应该是比较直播的 也是应该是它 那其实在雪地股方面来讲的话呢 还有这个基建股 它们可能都是会更加适合这个中长线的一个部署的 等下来讲的话 它这个波幅可能会不会说非常大 也是比较适合这个长线投资 那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银行股方面 那您所说的其实可能会是一些中小型的一些银行股 是这样吗 是的 如果中小企业呢 因为他们在之前面对很多一些基金压力的问题 存款呢 还有贷款的比例不是太好 但是呢 如果说有一间公司交上银行 交上银行呢 虽然我们的焦点应该是放在它在零售上面 因为很多的利差等等的收入也是从那方面有一个增长 很多那些投行也是看好它那个点 但是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它会继续的放在一些小型的 一些中小贷款的机会 应该是增加的机会多 所以呢 从那方面 如果它真的是有一个转型的情况 我觉得机会还是大的 股价来讲呢 你会看到它也是过去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也是做得特别的好 所以呢 我觉得交上银行可能是今天 也是有差不多一个八分比的跌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到35块以下的水平 短线的系纳或是中长线系纳的直播率应是还好 那除了这个交上银行提到银行股呢 也很想跟您聊一下这个工商银行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最近是有这个消息出来说 平保是斥资超过5亿来增持公行H股 那港交所的一个股权披露资料就显示说呢 平保于本周二呢是增持公行1亿0800万的H股 设资是5亿8000万 在H股持股呢是升至12% 那这个平保的一个增持对于工商银行来讲的话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在短期呢 对它的股价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因为最近的一些银行股也做得不是太好 还有呢 工商银行呢 它的业绩出来呢 每一次也是令到投资者失望 所以呢 短期 一些基金真的是跟着那个平保去流进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多 但是有一个点可以留意 因为平保呢 很多时候呢 也是一些价值的投资法 它跟其他的保险股不一样 所以呢 它真的是当它的股值开始出现呢 它们会出手就吸纳股份 当然它们的吸纳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从它投放在那个汇丰银行 也是看得到 之前呢 它的股值是低的 但是呢 它的业绩呢 还没有好起来 中商银行也差不多 所以呢 我觉得可以从那个五块四那个水平 做一个指标 那个指标就是工商银行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 股值的水平 如果真的是 好像是平保一些投资者 它是中常先可以投放在比较长的时间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在那个五块四的水平去吸纳股份 但是要等的就是时间 当我们觉得那个回报是理想的 可能是几年之后的情况 所以不能着急啊 那您觉得平保最看重它的是什么呢 当然我觉得呢 工商银行因为在之前几个季度的业绩做得特别的差 但是从前呢 它是比较重点放在一些国家的企业 当它的企业 这是比较大型的企业 它们有一个盈利的需求 好起来的 在未来它的股值的增加和是盈利的情况 应该又会有很大的改善 它跟其他的好像是建行 还有那个农业银行有不同 因为它如果真的是在未来 那个经济的周期开始好起来的 它应该是最先有收到收位的那个银行 所以我相信平保应该是等下一个经济周期开始了 它那个时候呢 可能它的股价的表现 会重到基前一个高的水平 所以应该是要等它的潜力还是不错 所以也是放长线掉大雨 那平保现在目前的一个报 这个工商银行目前的一个报价是5块5毛3 其实今天的这个涨跌幅度也不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KK这一时段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